你真正想清楚了 你真正想清楚了 你要假死啊 我想了一正义 将冲冲法子都对比了一分 假死虽然最为凶险 却是一个一劳用逸的办法 我想了一正义 若是我想和素素在一起 就只能骗天上这一种 世古不化的老神仙 我已灰飞烟灭了 只有这样子 才能保住她的性命 才能让我和她的这段感情 有个善终 想骗过天君很难 所以我要在忠目睽睽之下假死 不能让天君弃任何的异性 如今 就有个好机会败在眼前 什么机会 焦人族 你想借助焦人族一战 假死 这是我脱身的良机 你真的下决心了 叶华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天族太子 你这一假死 就是放弃整个天下了 我是太子 可我也是她丈夫 天族没有了叶华 还会有别人继承太子之位 可若我此时再不出身 终究会被人发现她的存在 到时候 天君是不会防护她的 看来你这次不只动了轻 而是认真啊 在太子位和她的性命之间 我只要她 但是 为了不负太子这重任 我一定会说服他们出兵 平叛教人族 这是我身为太子 为天君 天族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 各位首领七万年没见了啊 三殿下别来无恙啊 好得很 好得很 太子殿下 是吧 想不到太子殿下 陪着小肃锦亲自来祭祖 来看看我们这些 没用的老将 真是意外啊 诸位头领都是叶华的长辈 这里并非天宫 无需繁琐地礼数 天君让我来 也是想与各位多亲近亲近 今日没有太子殿下 叶华尊称各位一句 世博 太子殿下就直说吧 是为了骄人族吧 我可听说 那异族的庞之骄人族 又在蠢蠢欲动 怎么 要叛乱了 不错 那么叶华也不跟各位 世博斗圈子了 请 我们回去再说 好酒好肉招待各位头领 好 我们回去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听太子殿下说说 那些逆臣贼子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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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素 你在啊 我还以为铜镜坏了呢 刚才不太方便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问问你 回来想吃点什么 我先准备着 素素 怎么 你还是老实些吧 生气了 没有 我在跟我的小鸟玩呢 懒得跟你计较 我倒希望你事事多与我计较一些 为什么 你要多与我计较些 就能多与我说说话 叶华 今日我想起一桩事 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 我 我在想 如果 如果我们之间 能有个孩子陪我的话 我就不怕你随时走了 但是我又怕你不喜欢孩子 所以想跟你商量一下 其实不喜欢也没什么的 真的 没有的话 反倒清静了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等我回来 你再亲口告诉我吧 天君 你先回避一下 是 你先回避一下 是 本君叫你过来 想问你 陪天妃回去的情况 怎么样 见过那些首领之后 对焦人族有了什么想法 苏日想请命去趟长海 你想去长海 是 昨日想去长海 一则是见见那位长海水军 看看他是否犹如传闻所说 对焦人族退让割地 二 则是想去长海观察 焦人族的一举一动 以便寻找机会 向焦人族开战 焦人族的事迟早要解决 但是现在开战 是不是太早了些 苏日认为 此事已早不宜迟 让他们措手不及 才是制胜的关键 好 本君就准你去一趟长海 是 身为天族太子 娶自己的领地 看看风土人情 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产生怀疑的 只是夜华 是吧 焦人族是长海这七万年来的大患 所谓大患就是顽己 所以急不得 孙儿也如此想 所以这次去 孙儿并不想以太子的身份去 你想微服四方 正如天君所顾虑的 长海终究是属地 而焦人族算是属地上的内政 孙儿这次去就是想找到机会 让长海水军跟焦人族彻底决立 由他们向我们请兵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了 不错 考虑得很周详 我一直不查守焦人族的事 是怕各路水军猜忌 以为天族以长海焦人族为借口 从长海下手 逐一收回他们的实权 孙儿明白 好 好 就如此办 是